水晶崩了或刮花了 除了心痛之外 還會擔心水晶的能量會受到影響 Peter Sir 如果水晶外傷的話 它的功能是否真的會受到影響 先說手鍊 如果你真的刮花了 那你自己看 如果是小小的 當然不影響它的功能 你一樣可以照用 但如果花了 即是崩得很厲害 很入獄 那你就要去買那間 問問它可否換一顆 這樣的能量才可以齊全 但如果你崩的是柱形 柱形用來做甚麼呢 我經常說水晶 就可以立願望 譬如我有些願望想達成 用柱會快一點 因為柱就像火箭一樣快脫 如果這裡崩 對不住了 可能真的影響了功效 或者你真的要拿回 懂得的話 拿回廠去車 但如果是這些位置小小 或者是底下這些小小 不影響的功能 一樣可以幫你達成慾望 好了 如果它是圓石 這些叫做圓石 即是原本是這樣的 那你說真的 你崩也不覺 問題也不大 這些用來甚麼呢 用來meditation 即是打造的 影響不大 好了 如果圓球崩了 那一樣 它能量是會影響的 少少問題不大 盡量我們喜歡那樣東西 就要愛惜它 你對它很好 它就會對你更加好的 如果有些水晶 它真的可能崩得很緊要 我真的沒有辦法 要放棄它 不能保持 我應該要怎樣做 就這樣丟掉它 首先就不要 現在它都不漂亮了 我扔掉它 不要 水晶 我們經常說 它幫過我們 它是有靈性的 我們就叫做回歸大自然 又或者 我不想回歸 我很喜歡 很有紀念性 不要浪費了它 如果家裡有種植物 或者這些東西崩了 好了 把它反過來 拆在你養的植物 那些泥那裡 好 今天謝謝三次大師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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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